連賈詠傑 都要民間自救 自發性來捐機器了 你說這誇不誇張 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最熱的一個議題 賈詠傑捐機器 各位知道這個議題的嘉義一下好不好 這真的是人間有愛啊 看了也是讓人蠻感動的 一早就起來 然後就看到一個這麼大的議題 哇 真的不得了 好不好 不得了 善心善念啊 值得人家來去 來去撐 讚賞啊 來我們來看 哼 醫院急缺喔 賈詠傑目到6804萬 喔真的有夠老耶 真的這不得不說社會的自救的這個 本能喔已經全面啟動了 就是因為超前部署太過失敗 或者是說超前部署 根本讓人民感覺到沒有做 感覺嘛 你說你有做但是人民感覺好像該有的都沒有嘛 要疫苗沒有疫苗 可是過去翻出你說 什麼時間點要來疫苗通通都沒有嘛 對不對 在你過去的承諾裡面都沒有嘛 那後來呢 PCR要PCR機器也沒有嘛 所以造成了現在的情況 還死亡率突破了世界的水準 達到亞洲四小龍之巔 誇張啊 連第三世界 都比不上我們的死亡率 這叫我們台灣人情何以堪了 所以 這一次 民間所發起的活動才會讓人家這麼樣的 激賞跟讚賞啊 藝人賈詠傑目到252台 HFNC救命神器啊 並且火速喔 真的在今天就已經送到醫院了 連醫生 醫院都說沒有看過這麼快的捐贈物資了 你就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多破在眉睫啊 謝謝Rose Fiona27 支持我們30 也支持這份愛30說 從行為科學來看 眨眼 支支烏烏必中救星答話 可以推論一定有實情的引擎 論文定錘交出 也謝謝我們李博如莉886 給這份愛一個支持喔 非常感謝喔 那這台機器到底 是不是真的這麼的迫切喔 事實上是的喔 賈詠傑的貼文上面呢 已經寫的 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喔 他已經寫說 救命神器 HFNC就要來了 請再等我一下 那為什麼他會叫做救命神器呢 我們要先看一下這救命神器 長成什麼樣子喔 救命神器呢 他基本上呢 他長出來的樣子是怎樣 有沒有他的照片 那這一篇文章喔 現在很可怕喔 40幾萬人按讚喔 那分享數也是破了好幾萬喔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得到社會的認同的喔 所以他是長這樣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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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怎麼用的喔 他其實是這個樣子用的 我去爬了一下文喔 所以你要用的時候呢 可以用這一種方式你有沒有看到 他就可以坐著對不對 他又可以這樣坐著或你就算躺著你也可以正躺著 那一般而言我們有說嘛 新冠疫情他會處於一種低血氧的狀態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要趴著 屬於撫臥式的方式 這樣才有辦法怎麼樣 控制你的疫情 你的病情喔 避免更加的惡化嘛 那 在醫院的護理人員來說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叫做佛心的 佛心的 行業 為什麼 因為 台灣的健保對於這一種 造護有沒有 尤其是趴臥自無的這種造護 基本上資源是很稀少的 非常非常稀少的 所以 相對護理人員來說都是很多就是 等於是做功德式的方式來去 做這一塊嘛 那 現在有了這一台機器了 過去 病人趴著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吃東西 那 護理人員要去移動他要去照顧他們也非常非常的麻煩 那是因為一般的呼吸器 也不一樣 那HFNC呢就像你們看的叫做鼻導管高流 鼻導管就是在鼻子裡面倒進去了嘛 所以呢病人可以自己吃東西 那病人只要能夠自己吃東西 就可以避免 護理人員 再一次接觸他們的機會嘛 那如果說減少接觸的機會就可以降低護理人員的感染機率 所以對一線的醫護來說這台救命神器是他們目前最重要的 昨天不是有人講嗎 醫護人員第一線的人 壓力太大最後上吊自殺嘛 這不是假的啊 所以 這種機器為什麼救命於水火 這麼樣的令人緊急喔 謝謝HT物喔給這份 愛一個支持喔 支持我們150 說家永捷及所有捐款的人 贊贊贊 真的是很贊啦 然後我們再來看下去喔 那家永捷怎麼講喔 他是從 南部護理 南部醫院的護理主任 得到這個訊息喔 就說這個HFNC喔 一台全配定價27萬 但是呢 全部的醫院都在想 那他一開始不是很 很理解這台是做什麼 就像我們一樣嘛 他沒有 這件事我還不知道呢 但我不相信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 陳時中不知道 如果他不知道 那就太誇張了 真的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除非他真的是 坐在辦公室裡面 好不好 指點江山啊 對不對 止善談兵啊 除非他真的是這樣 要不然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他說一台全配定價27萬喔 但是公立醫院一般來說要 招標進行採購程序才能買 招標就很麻煩嘛 繁溫乳結一堆嘛 一般的呼吸器是面罩室 他說不能俯握 那肺炎的病人需要 俯握滋位來去引流 我們剛剛有講喔 所以沒辦法吃東西喔 那也要很多醫護人員來從旁協助嘛 比方 幫你翻身啊 對不對 或者是幫你抓羊啊 之類的 我們不知道喔 因為 你俯握你就有很多事情 你不能去做 那這個鼻導管高流呢 讓病人可以很有彈性 然後可以自行進食 降低護理人員的感染機率 所以呢 對於現醫護來說 除了食物的打氣 救命神器是他們最需要的 什麼叫除了食物的打氣喔 賈永捷從很早的時候開始 就 發起了這個 每天送100個便當給前線醫護人員的 當時候小S有響應喔 那我們也有做了這一則新聞喔 那只是現在他又做了這個 HFNC 這件事情喔 所以他說 如果行有疑慮 其實號召藝人 捐贈救命神器給一線公立醫院 是最 實際的 不強迫 只是提供參考而已喔 真的這個真的是救命於水火啊 那他聽完之後呢 這個訊息來之後他就說好我一定要做一些什麼 第一時間他求證身邊所有的醫生朋友 請問這台機器 真的是救命神器嗎 總是要了解清楚嗎 那台大急診室 台大急診室喔 第一個回覆我說 真的 而且我們台大 很需要 非常需要 如果有 可以送來台大嗎 哇 哇台大 什麼不只公立醫院缺 連台大都缺 我心都睡了 所以我去判文 ICU醫生 陳志京的文 知道這台機器 可以減少重症病患插管的可能 增加存活率啊 真的是救命神器 增加存活率啊 接下來他接了電話 亞東 榮總 慈濟 哇沒想到這些訊息真的是救命神器 而且我們急迫需要 天啊 我找到原廠廠商問到台灣有限貨 所以我們直接買機器捐物資給醫院 這樣子是 可以避掉這所謂的招標的環節嗎 直接又快速嗎 現在就是搶時間跟時間賽跑啊 所以他第一時間呢打給老公啊 我們都說嘛生命中的另外一半是自己最大的支撐之一嘛 除了家人以外就是另外一半啊 他說請問你要捐幾台 然後老公說15台 15台其實很多 你看一台27萬 10台就270萬了 15台就300多萬去了 他說我們的能力 有限 只能夠應付 只能夠應付一家醫院的需求啊 那他覺得不行 因為這個是救命的 救命的事情 所以呢他就決定 一通電話一通電話的打下去 打給了他企業界的朋友 然後呢沒有想到 每個朋友全部都熱血參加 沒有一個人拒絕 說天啊 我要哭了 我的朋友全部大力相挺 大家好愛台灣 出錢出力啊 出錢出力 你們看到這個其實蠻感傷的 中央在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募集到252台 並且還在持續增加中 這是他第一篇貼文 貼文 禮拜五我們完成所有的金流 我們甚至已經了解每一個大醫院的需求總數量了 所以能夠增加存活率的東西 我想請問 中央 為什麼不做 中央都可以 跟柯文哲講說 啊你台北是不是還有空的病床682床了 你能夠講出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沒有直接去做這件事 這個錢很多嗎 我常常聽你們在邊預算 亦來亦去的 這個錢 很多嗎 還是要像陳時中講的 那你為什麼不提早講 還是真的要這樣子講嗎 謝謝 李不如利886 支持我們150 協助黃標台持續發生 非常感謝 所以他說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前線醫護的手中 感謝所有大愛的企業 大愛朋友的支持 小妹之後再唱名 OK 今天發了這篇文之後 結果今天就唱名了 今天就送出去了 各位不要懷疑 好不好 不要懷疑 三個小時以前 史上最快速的捐贈 已經到了 沒有在等的啦 然後還有在跟你撥預算在等的 史神是沒有在放假的 所以就算是假期 我們已經端午連假了 我們要趕快爭取 時間把救命神器送到第一線 正常採購到訂購 到交貨要兩三週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們三天就完成了 病毒 我跟你拚了 各位刷一排愛心 真的是要刷一排愛心 6月13日 星期日就是今天 早上送了台大15台 中午榮總25台 下午亞東醫院10台 我們辦到了 醫院的副院長 醫生都說沒看過 這麼快的速度把醫院物資送到他們手裡 真的很令人感動 從沒看過 這真的才叫做 救命 雲水火 這一切我要感謝我的神隊友支持 神隊友No.1 富邦集團 蔡明忠 董事長 OK 富邦集團今年的表現非常的漂亮 富邦金發了鼓勵5塊錢 各位先跟你們講一下 是一支好股票 呵呵 這樣可以吧 王鴻文支持我們150說 陳史中說他已經訂購200台了 哈哈 我等一下來跟你講這件事 所以富邦集團給按一個讚 好不好 我們的富邦金 我也覺得富邦金最近的表現 非常的亮眼 已經達到了70塊台幣了 所以請不要炒高端 可以來炒一下富邦 好這題外話 這也是 以上言論不代表 任何投資建議 OK 再來 蔡董事長第一時間聽完我的報告 以最快速向 醫護方來確認這個機器的效能跟需求的迫切性 他個人認捐了110台 而且持續增加中 個人認捐110台 天哪 有他的支持我有如神助 代表這是對的事情 再來就是他的鐵咖工藝好搭檔 小S徐希蒂 反正要做什麼工藝活動找他就對了 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我 他也惡話不說意氣相挺 謝謝阿寶老皮 支持我們70說 沒被病死會先被政府氣死 所以大S不是發了一篇文嗎 菜殺人 哪一個菜我就不說了 對了他也從來沒有拒絕過我 接著我就還在想還有什麼藝人朋友也是很熱心公益的 於是我打給了范范范尾琪 聽完之後也熱血參與 他跟黑人一人一台 就是50幾萬 一台27萬 老公也號召他商界的好友支持 其實他都只是打電話 李董好久不見 問候朋友就說我老婆有事拜託你 就把電話給我了 各企業聽到都熱血支持 在這疫情下 每個人都能貢獻一點力量 謝謝你們 今天陸續有接到朋友 告知希望參與 這是目前的 捐贈者 所以已經捐了 沒有在拖了 我們跟某一些後面才跟上的這個 中央的單位那是差 很多很多 什麼剛剛所說定200台是不是 那是差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 神隊友的名單 來掌聲 對喜樂夏天跟我想的一樣 這人脈好強大 富邦集團 蔡民中董事長 110台 真的富邦金 好不好 富邦金我記住你 新宇航工 張國偉20台 德捷集團15台 中泰集團20台 海樂國際5台 國美機構5台 服務員建設團隊5台 聯紅建設5台 泰家開發5台 黑人泛泛2台 萬安生命10台 遠雄集團15台 新華開發4台 小S1台 全坤建設10台 海霸王集團20台 黃翔建設10台 陳世榮10台 福華建設10台 華泰大飯店4台 中新林2台 德捷宇申建案2台 續成投資 3台 宇美人2台 建築世代會 集美10台 9年營造5台 合力存10台 財智平1台 順天建設2台 配方國際10台 贞寶儀1台 另外還有幾位 不公開的好友 目前總共 342台 以上依捐贈 順序提裂 萬分感謝 其行抗議 台灣有你們 真好 有沒有聽到 這個才是救民於水火 每一台機器 那不是唸出來 唸好聽的 說你有空床位 682床 沒這回事的 你用唸的 那個床位不會有 醫護人員跑過去 把病人抱上去的 這個唸出來 每一個都是 救民於水火 也希望大家 在掌聲的同時 要給我們這一 支影片 也給我們按一個讚 我們把它記錄起來 你還沒有按讚的好朋友 我們要記得 先按一個讚 342台 一台 一台27萬 真是太驚人了 好不好 真是太驚人了 網友怎麼說 網友真的是很感動 我們來看一下 謝謝我們的陽光效語 支持我們300 來發聲說 台灣還是有很多善心人士 真的我看的真的是 一方面感嘆這一個 中央 一方面又看到這樣 所以 賈永傑 他底下留言 真的是用爆炸的方式 南無阿彌陀佛感恩祝福你們好人 一生平安 感謝你的幫助 這可以拯救多少個人命 謝謝你們 這能幫助到許多人 免於死亡的恐懼 免於分離的哀傷 雖然病毒仍然完全無解 但有你們的愛心 能幫助更多想要活下去的人 真的非常感動 我們的政府 不知道有沒有看見 當大家拼命想活下去 想正常生活 人民人民之間互相幫助 而你們這些當官的在想什麼做什麼 然後下一個還說 感謝你的善心 大家都看到 給你滿滿的祝福 真的是大愛 老天爺一定不會虧待你 無私善良的 有沒有 無能為力的 只能感動 感恩分享 大家戴好口罩 好好努力活著 太感動了 謝謝愛心 所以所有的人 是真的很有感 很有感 好不好各位 真的是 非常非常 令人感動 謝謝 Bluely886 支持我們150 所以 好 他們做完了 總該中央要出手了吧 對不對 總該中央要出手了 我們來看一下 中央怎麼說 有了有了 各位不要緊張 不要覺得中央都沒做事 有啦 好不好 人家已經送到了 總是要做一下嘛 謝謝 支持我們170說 AIT 禁得輝瑞疫苗 3 4月就進來 蔡英文如果沒打 肯定已經開記者會 如果有打 早就打完兩劑 重點是 政府為何卡 捐贈疫苗 為何 克了稅 還剝奪 人民的 生存權 所以我們才會看的 那麼的感傷 今天這個感動 變感傷 那佳永節 本來是募集 252台 那一舉已經突破到 將近400台 這個救命神器 HFNC 送往北中南醫院 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CDC 陳時中 也在記者會說了 2點開記者會 對不對 目前 已經購買500台 HFNC 200台會在今天交貨 之後會盡快交到台灣胸腔級重症醫學會 協助分配到有需求的醫院 姜永傑發文表示 收到網友轉達南部護理主任的話 這跟我們所講的 HFNC的救命神器對一線醫護人員是最需要的 所以他在今天就已經求證完之後 就已經整個送完了 那針對各界防疫 陳時中 表達感謝 並且說 指揮中心有買500台 HFNC 好不好 我們也有買的 各位請放心 有啦 你講的是對 那個我們剛剛的聊天室所講的 是對的 有買 好不好 有買 但是 不是200台 是500台 然後會 會送出去 不用擔心 各位 好不好 你不覺得看得很傷感嗎 人家做你才做 就像我們剛剛所講 0到6歲國家養 好 人家做你才做 柯文哲這個 台北市民免費打疫苗 人家做你也跟著全台免費打疫苗 那現在勒 現在這個賈永傑這個募出來的 HFNC 這件事 迫在眉睫 人家快快快快快做 那你勒 看到了嗎 有 我有買 好不好 我有買 講得越來越小聲 你有這種感覺 我有買 500台 你不覺得這個很奇怪嗎 你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這種 讓人民可以解除 苦痛 增加存活率的機器 重點 各位你有發現一個重點 賈永傑只是一屆的平民 一屆的素人百姓而已 但是他 買得到 他問得到現貨 而且呢 可以到400多台 連陳時中都說今天有現貨200台了 那麼過去的你 為什麼不買 為什麼不去增加百姓的存活度跟存活率 謝謝 Lillian John 支持我們 2000喔 也給這份愛一個很好的一個紀錄跟祝福 非常非常感謝 這不是很奇怪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明明買得到的 明明台灣有現貨的 不用預定的 不像高端疫苗 還要惡情解盲的 三期解盲的 都不用的 但是你卻 在今天 才跟大家講 我們有買 我們有做 你 你到底 到底 這已經台灣有現貨 不像快篩 不像PCR機器一樣 是缺貨的東西 那你到底 真的 兩點開記者會 是 來爆生死福的 是嗎 這就是我 非常非常 不能夠去理解 跟 不能夠去諒解的一個地方 所以 這個賈詠傑 他有說 他看的就是一個 ICU重症的醫生 那也確定了這台 神器的功能 對不對 神器的功能 那這個重症的醫生 今天也有回應 回應了賈詠傑 我覺得也是蠻令人感動的 我先跟你們講 這一個ICU重症的醫生 他是綠色 但是 基於他這一次 看不慣中央 超前部署 基本上沒有部 所以 出來 發了這樣的文章 引起賈詠傑的 重視 並且確認 然後才有 這一個 善心善舉 來解 前線 醫護的燃眉 之急 所以我決定來 把他報一下 好不好 跟那個 陳培 陳培者一樣 陳培者 他是中研院的院士本來是 國產高端疫苗的 所謂的 這一個 審核的人 對不對 那他後來不是 辭去這個職務嗎 在 5月底的時候 那所以我們後面也是會去支持 這樣子的事 所以 很多綠色的人 跟原本政治立場 是偏綠的人 其實在 在這一波的疫情裡面 他不見得 那麼的挺民進黨的 你要很清楚的去看 他們真的不見得 他們 他們已經支持是 人民全面 自救 你有發現嗎 如果中央能做 我為什麼要發文 如果中央早就做好了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苦口婆心 正因為 中央不能做 正因為 中央做的 我認為 太過了 就像陳培者 他不敢為國產疫苗 背書 所以他辭職了 那麼這一位 陳至今 重症醫師 他為什麼要寫下 這一個 HFNC 這件事 因為不夠 為什麼會不夠 明明你是綠的啊 為什麼中央沒有看到或不知道呢 還是當做沒看到不知道呢 我們不曉得 但 總而言之 因為 賈永捷 來跟他確認的關係 他也寫下一個好消息 是說 健保署同意給付給確認者 也就是所謂的確診者 HFNC 所以使用 HFNC 是健保有給付的 我想這也是今天所聽到了 這份愛的延伸的一個 好消息 好不好 各位 支持人間有愛 我加一啊 你們知不支持 支持了 加一起來啊 加一起來啊 那陳至今講了一段話 我覺得蠻值得記錄的 陳至今 在看到 賈永捷 臉書發文 並且確實來落實 之後呢 他當時候坐在馬桶上面 他說我真的太激動了 眼淚流不止 他是在馬桶上面眼淚流不止 他說一直以來都有人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浪費時間 玩臉書呢 然後呢 陳至今跟他們說 我不是在玩 我是在推廣 自己的信念 我的信念是 善良 溫暖 正向 看到今天這樣的影響力 你們還會覺得 我寫臉書 是在浪費時間嗎 對不對 你們還會覺得嗎 當然不會啊 賈永捷的貼文都已經快50萬個贊了 快50萬個贊了 所以 人民自救 是人民心中 所存在 目前為止 最迫切的一份 價值觀 本來人民是 寄情於 中央的CDC的 所以 陳時中過去 的 支持度 滿意度才會打九成 九十幾趴 100個人 裡面九十幾個人 支持陳時中 把他奉為神 現在只有 49趴 這就是 跌落神坦 最好的證明 而且 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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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調 你還有辦法 只有49趴 那表示 真實的民調 肯定是遠低於49趴的 我的思考邏輯是這樣 這不是很令人覺得 人民 你到底有沒有放在心上 好嗎 我沒有 這個